好多的话有呢就是说哎老花一绣球为什么有开粉色的为什么有开蓝紫色的呢 这种东西呢其实是有一个调蓝的一个法则在里面的 因为绣球呢在那种大花绣球我面前这个呢叫你我一起啊 他这种呢他都具备一种条件就是说你一旦是条件具备的话呢他都会开出来蓝色的话 那具备什么条件呢有的话有也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可能有一点了解 但是呢有的话有也调蓝失败了啊有的话有还想把蓝色弄成粉色究竟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首先呢您要了解您在网上稍微一查的时候呢 也会告诉大家在碱性条件下呢是开这种粉色的 在酸性条件下呢是开这种蓝色的这个不假这个一点都不假 在碱性条件下的时候呢它是不怎么吸收这个铝元素和假元素的 你有没有见过这种就是类似于这个桂花或者茶花的一个干叶边或者干叶间呢 那种啊都是缺假这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碱性大 在碱性比较大的时候呢假元素是不怎么吸收的 您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人消化不良的时候 你给他吃肉啊什么的他不爱消化也是那么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您想要让蓝色的开成粉色的呢 您可以适当的用一丢丢的小苏打 像那种碱性物质是吧 有的话说肥皂水可以吗 也可以的但是不要用的太多啊 毕竟是这个有点违背这个咱们养花的一个意愿 所以说呢你想要让蓝色的开成粉色的可以用一些碱性物质 像小苏打击性 其实呢一般像咱们北方一样的话呢 你就正常浇最来水啊 基本上明年开的话也都成粉色的 那怎么样让这种粉色的变成蓝色的呢 咱们就要逆七道而行之 首先呢把土壤给它调节成微酸的 有的话说用硫酸液体啊 用硫酸铝用的呢 可以的 您可以日常的时候多浇一些雨水 可以换一份酸性土 可以用一些反肥水可以用一些硫酸液体啊都可以或者柠檬酸之类的 先把土壤给它弄成微酸性的 大家可以买个那种PS4G是吧 插进去试一试啊是不是那种热酸条件下 只要具备了热酸条件之后呢 咱们再适当的加入调篮剂 说是调篮剂呢 也就是里面主要元素呢都是硫酸铝 像高科技一点的呢 会给你加一点假元素进去 因为合同这种蓝色素呢 主要是铝元素和减元素 还有一个就要必备一个热酸条件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之后呢就是说 必须要在花苞还小的时候 甚至说还没有花苞的时候 你就要进行一个调篮才可以 如果说花苞都已经很大像这种了 你再调篮 几乎不可能 就跟我30了一样 你再让我长高 长不高辣就这样事来了是吧 很难改变了 所以说大家理解这个事 再有一个呢就最后一个点 就是说大家呢在调篮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减少或者说间隔使用铝元素 你像咱们零三星甲或者花多多二号这种 有的话有疑问来了 是吧 我在调篮的时候我怎么 我不用铝元素 它不爱开花怎么办是吧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塑效的调篮机 咱们家有卖十几块钱一瓶的 最五百斤水那个 你像那种的话呢 你就可以这一个礼拜浇水 浇水的时候呢 一个礼拜 我用上这个硫酸铝 隔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用点花多二号 你可以间接使用 因为这个就跟小孩写作业一个道理 你让他正常周一周五到写作业 或者你让他上午写作业 你下午让他看点是人的一天相当于植物的一个月 也就是说什么 人一天散对饭 植物一个月散对饭 你可以岔开一个饭点的时间 间隔使用 零元素和铝元素有冲突是否是 你要合理的去安排 这样的话 调篮何看不愁啊 那有的话有问题又来了 我具体怎么操作 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上试操 我就不信了 这个调篮我给大家讲不明白 那好多的话有呢 我之前问了我这个调篮的问题 我给大家讲了也不止一遍了 但是好多的话你这没具体推荐我用什么东西 具体怎么调 我今天呢给好好推荐一下 又便宜好用的 首先呢就调篮机 市面上也有卖很便宜 咱们这个呢也很便宜 十几块钱一瓶 能兑500斤水的这种 它是塑效的一个调篮机 它兑水以后呢 它成为一个液体状态 更加利于植物的一个系统 它是合成蓝色素的主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铝元素 那有的话有说 我之前看过你的视频 是吧 你不是说得让它变成钻钻性吗 变成钻钻性很简单 你效果最直接的就是凡肥水 那有的话说 我用磷酸爱铁可以吗 我用柠檬酸可以吗 我用鱼水可以吗 我用这呢 可以 你只要达到它的一个钻钻条件 就可以 那我个人一推荐的 就是凡肥水更加的效果直接一些 它微量元素 它没有那么 它是属于中药性质的 它属于温和的一个滋补 增强植物的一个活性 这样的话调篮就能成功 再有一个呢 你要合成蓝色素 它还必备一个假元素 好多话是想到了磷酸爱铁钾 磷酸爱铁钾的里面含有大量的磷 它会抑制铝元素的 这个吸收 你要了解这个事 是吧 所以说呢 我推荐大家可以用这个花多多的 13号 这里面呢 它没有磷元素 而且是一个高盖的 它不会像我现在这种叶子一样 皱皱巴巴的一个 是吧 您就可以 它们怎么用啊 你可以兑水浇 兑水浇的话呢 一瓶勺大概是兑两升水 你就放一勺这个 放一勺这个 依然放一勺对水浇上 就完全OK没问题了 那有点话说 嗯 那个碱性条件下 它 我给大家说 你碱性条件下 你可以用这个条 这三个合在一起 基本上就成功了 你用的话说 我用磷酸爱铁 磷酸爱铁也可以 对吧 只是说效果没那么好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事 你在碱性状态下 它调蓝必然失败 只有磷酸条件下 你没有磷元素 它是没办法 巧妇 难为五米之吹 但是呢 你得配合 假元素来 你光有米了 你也得有锅 有罩 是吧 给它弄上 有这些东西之后呢 注意零元素的一个把控 我相信大家 调蓝 都可以成功 有的话说 我还不成功 你还不成功 我这也没办法 你可能买了个假袖球吧 基本上大花袖球 都可以调蓝 我面前的这个呢 这个就是粉色的 你我一起 这个就是调蓝的 你我一起 调蓝比较简单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难 多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